《愛國者治港》 我覺得作為一個想要為香港市民服務的 公職員員 政府官員 你有這個心去服務市民 服務這個國家 你肯定必須叫愛國者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一些有能力的 真正愛國愛港的人 可以協助香港長遠的發展 確保我們的繁榮穩定 所以這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對香港長遠的發展是非常的重要 1985年我參與軍門法西朝的時候 就是一級很明確的 要愛國者治港 如果參與管制的人都是愛國者 大家都擁護一國兩制的話 一定會把一國兩制落實得好 了解 發展高機 分別再加進去 views